作詞下次見 大家好是簡單歌 跟我簡單歌作三 讓你輸我變得很簡單 登ased impacting Dans 嗨 好 來 简安哥哥要做什麼料理呢 來 今天要做什麼呢 要做這一道 它是能走進我們生活的一道湯品 那也是我們在日常大街小巷都吃得到的料理 叫做 鮭魚味噌湯 至於鮭魚味噌湯呢 其實它算很簡單 可能每個人的步驟不一樣 或者是配料有點小小的不一樣 會影響到他湯頭的感覺 我是誰 我是简安哥 所以呢 我用了最節省的步驟 來讓你一樣能品嘗到 超級好喝的鮭魚味噌湯 因為我記得啊 之前去日本玩啊 早上起來啊 飯店啊 因為早上讓我煮我閉嘴的 哇 會冷起來真的是 哇 現在想起來是非常的想去玩 但是現在不能出去 好 廢話不多說 趕快來做我們的鮭魚味噌湯 以下食材請截圖 好 首先啊 我們先冷水 開會 把我們的白菜頭 好 先下去 好 冷水喔 這用冷水就好了 煮我滾起來 再來 我們的洋蔥 半顆的洋蔥 來 煮一下 來 然後我們上蓋 給它吸一顆 先給它滾 好 我們看一下 菜頭味跟洋蔥的香味 給我們來看 我們主要好滾喔 菜頭 然後我們看一下 看我的頭 好 有有有 透了 因為每個人 切一塊都不一樣 我們這種薄切的 大概我們滾 才要8到10分鐘 現在滾的狀態呢 我們先把我們這個滾的水 加到味噌裡面 來 加到味噌裡面 熱水加進去味噌裡面 來 OK 然後我們先把它 來 因為 家裡不一定每個人都有工具 你就用一個湯匙 然後一個碗 你把 熱水加強了 加熱水 要熱水噢 冷水你是 要不要用 來 把它放開 來 OK 來 差不多了 全部都化成湯汁了 來 它的味噌倒好了 OK 然後這時候滾的狀態呢 我們下我們的 來 鮭魚肉 來 鮭魚肉下去 再把它放一下 滾一下 來 滾起來 好 因為我們下的是鮭魚肉 讓它滾起來 先讓鮭魚熟 先讓它一些它的菌 滾起來之後 我們味噌 再全部下去 來 來 OK 拉一下 拉一下 我會把它拿一下 拉一下 因為我們味噌不要讓它已經滾 味噌盡量 盡量不要滾 沒有 它的味道一直揮發燥 不要有味噌一直滾 沒有 它的味道要比較少 來 OK 還沒滾 來 我們的嫩豆腐下 來 再來我們的海大牙 有最棒的水 然後再稍微的輕輕的攪拌一下 稍微輕輕的攪拌一下 來 OK 來 一滾 一滾 我們就馬上關網 這樣 就好了 我們主要是說 你味噌 你撈開之後下去 不要一直滾 滾滾滾滾滾滾 你待會喝沒有味噌味 然後最後我們的蔥 還有我們的茶魚 等一下我們 再把它加到碗裡就好了 不要讓它下去滾滾 懂了嗎 我們的鮭魚味噌湯 完成 簡單哥的美味試吃時間 來 這鮭魚湯啊 我實在是做到鮭魚味噌 我做到真的 也很可能也可以做 再來呈現一下我做的味道 我吃了 喔 更大一點 這要拿不上來 真的很好喝 來 吃吃那個鮭魚肉 很鮭魚 好吃的鮭魚 吃吃那個豆腐 這有什麼好喝 吃吃那個豆腐 吃吃那個海大牙 吃那個洋蔥 欸唷 吃那個洋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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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唷 重點是它這個湯很好喝耶 哇 這個真的是 真的超喜歡喝湯 你們也知道 然後跟你們講一個重點 為什麼我會這樣評論我做的東西呢 因為其實味噌湯 我覺得 它就是在品嘗各個加進去元素的原味 鮭魚的原味 海大原味 或者是洋蔥原味 菜頭的原味 然後配上它的湯頭 你會覺得很清新 很好吃 這個湯是真正的好吃的鮭魚味噌湯 我們鮭魚味噌湯 超級完整 超好 真的 很簡單 照著我方式去做 能做出超好的鮭魚湯 完成 最近結尾因為都太頻繁了 所以簡單跟大家講個幹話 你知道我今天出門的時候 我對著我的隱形眼鏡講一句話 我可以把你放在眼裡 你爛了 還有 還有 還有一個 有一次賽亞大鯨魚他遊著遊著忽然說 我壓力好大 因為他是在深海裡 不說了 再見